造成的中暑 后遗症是严重吗 多气光功能衰竭修科呀 温度是怎么掌握呢 大夫说让我吃点消耗丸就行 这给我扫的呀 消耗丸并不是女性的专样 我看这个电视机帮我齐丢 我吃了一个消耗丸 消耗丸的绝活是专门帮助我们 对付爱生闷剂吗 这一类的人爱吃辣的 想吃凉的 我这年纪轻轻还没到三十呢 大夫居然让我吃加胃消耗 健康医生经育 开月年轻 健康医生经春日评书 咱们现在开讲 今儿是清明假期的第二天 这时候在咱们北方吧 也算是炸暖还寒呢 这天气变换不定 要防感冒 而万一感冒了 可别一味肝挺着 当心把这小病挺大了 前一阵起初吧 我就是感觉有点不舒服 挺了几天呢 就开始持续发高烧 就是喘不上来气 还总有痰 本来只想去打个吊瓶吧 结果到那儿就被大夫 给我扣下了 说我这肺子有一块都白了 属于重症肺炎 得住院才行 你说我这就感冒挺了几天 怎么就这么严重了呢 本以为是普通的感冒 没想到硬是挺成了重症肺炎 感冒是上呼吸道感染 而肺是下呼吸道 到底啥情况让这感冒连累到肺呢 这个缩起肺炎 总容易跟什么感冒啊 流感这些病连到一起 对 这个具体区分一下 一般来说的话感冒呢 都是表现为什么这个这个鼻塞 躺鼻涕 嗓疼 这种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 它的病原体主要是病毒 像这个肺炎呢 一般就是发烧咳嗽咳痰 喘 这些症状为主 引起肺炎的话 最主要的还是细菌 这两者的话 其实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虽然说一个是上呼吸道 一个是下呼吸道 但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什么情况下呢 就比方说你得感冒的时候 这个时候意味着你上呼吸道 本身免疫力已经不好了 是吧 但我们上呼吸道的话 其实是阻隔很多这个细菌啊 植原体啊 向下侵袭的这么一个门户 当你上面这个门户 免疫力不行的时候 你就很有可能 下面就直接面对这个细菌 和植原体的侵袭 包括现在有一些什么 这个这个新冠的侵袭 是吧 这都容易导致肺炎的发作 其实引起感冒和肺炎的病原体 它应该是不一样了吧 那你说这个感冒 不能直接引起肺炎吗 它应该是在我们感冒的过程当中 就是抵抗力下降了 然后才引起了肺炎 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嗯 就是令我去的是吧 对对对 应该是因为感冒了 然后把这个病毒或者细菌 然后引到这个肺子里了 这个观点其实不算对 但是它是一种 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 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肺炎的发生啊 都是细菌啊 植原体 预原体 菌生菌呢 引起的 但其实的话 最近我们也发现 有很多的这个病毒肺炎 比方说现在最火的 这个新冠肺炎 比方说流感 它也会引起肺炎 这都是病毒性的肺炎 所以这些病毒的话 我们人体往往对它没有免疫力 就是你有上呼吸道的阻碍 你也隔不住它 所以像流感呢 这个新冠呢 很容易得了病之后的话 很快的上呼吸道就往下蔓延 蔓延到肺子了 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听起来挺曲折的 但是海道老师刚刚一直在提这个免疫力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说每一个感冒的人都个顶个能得肺炎的这个原因吧 是不是就是免疫力低的人才容易感冒之后发展成肺炎呢 是这样 就是得普通感冒的话 一般来说你免疫力强 自己也就给顶过去了 但你要得一些像流感 这种就是传染性非常强的那些的话 很可能你基础免疫力比较不错 但是因为你没砸过疫苗 你身体没有这抗体 你也一样会表现为比较严重的情况 普遍来说的话 你感染了之后 如果你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咱们说普通感冒 是吧 你是个老年人 也很可能变成一个重症 所以的话基础的免疫力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求助观众朋友说 说去查的时候 发现肺子有白的一块 我们以前曾经听说过 假如石管受到损伤了 它可能会变白这样的情况 那肺子变白是怎么回事 这个变白通常说的就是我们影像学 你造了一个肺部的片子 造了一个肺部的C体 那一片白了 我们影像这玩意是用什么做的呢 X线对吧 它是其实靠物体的密度 对我们人体来说的话 你密度越高 局部的影像越白 因为RX线射不过去 RX线直接射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 空气 那是最黑的 是吧 确黑一片 肺子的话 其实平时里面很多气体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一块干海绵 里面全是气 是吧 虽然说有这么一块海绵在了 但其实里面全是气 这个时候它的透光度其实很好 如果做个体检的话 你看自己胸透 两边大肺子 两边大黑眼 是吧 透光度非常好 因为它主要是气体 而如果肺子里面发炎了之后 发炎有一个特点什么呢 流浓糖水 我们感冒的时候 是吧 上呼吸道感染 躺鼻涕 躺鼻涕 糖水了嘛 肺子里面发炎 它一样是糖水 这个水的话 就可能存在肺子里面 它就不透明了 这个时候像海绵 怎么的 吸水了 变成一块像豆腐 那么个结构 这个时候你再一透 RX线就打不过去了 我们在影像上一看 一块白影 就所谓的这个变白了 谁都不希望 自个儿能够感冒 可谁也不希望 这个感冒能脱成胃炎 对吧 那咋能区分此时 我是普通感冒呢 还是自个儿发展成肺炎了呢 一旦有症状了之后的话 按照目前我们建议的话 是第一条 你有没有接触过疫区 有没有接触过疫区来人 你的办公环境的话 有没有群聚上发病 有没有近期 近一两个礼拜 碰着过冷链的一个食物 如果有这些可疑的 这种接触病史的话 第一时间到发热门诊就忍 我们发热门诊的话 可以给你做这个核酸塞查 如果没有呢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记住三个字 就是热 喘 痰 起初吧 我就是感觉有点不舒服 停了几天呢 就开始持续发高烧 就是喘不上来气 还总有痰 和普通的感冒相比 肺炎是高热 更厉害的喘 然后可能痰更多一些 没错 感冒的话 它往往局限着 我们上呼吸道内 所以的话 它引起这些症状的话 往往都很轻 先说热 一般来说的话 感冒能够烧到 三十七八度就不错了 但是肺炎的话 它毕竟属于下呼吸道 大内脏发炎 所以的话 它的体温往往很高 一般来说 它三十八度打底 很容易就冲到 三十九度以上 所以的话热 往往是高温 并且时间很长 感冒有可能一两天就好了 塌痕三五天 肝脱就不好 第二点的话就是喘 我们一般来说 感冒引起的这种喘的话 是因为什么 鼻子堵了 鼻塞 感觉鼻子囊囊 上不过来气 这种感觉好像 有点上不来气这种喘 而肺炎的喘 是因为肺脏 里面刚才不说了 流能糖水了 里面肺子被水压住了 肺子没法从空气中 射去氧气 也就是说 出现了低氧血症 或者呼吸衰竭 这个时候这种喘的话 往往患者是很明显的 一个喘息动作 就是 这种端着喘的动作 你看它鼻翼 它其实有散动的 是吧 这种喘的话 是整上不来气的 这种喘 而不是说单纯的鼻塞 躺鼻涕 然后感觉天天的 挡挡的那个劲 不是那个劲 第三点的话就是弹 我们上呼吸道的话 有这种感染的话 很可能就局部 撒那点疼 咳嗽咳嗽 有点年痰出来了 但肺部有发炎 有痰的时候的话 尼壳你能听到 这个痰是从气管里面 发上来的 就咔啦咔啦 那种声 是吧 你能感觉到 这个痰的声音就不同 另外一点 这个痰的颜色 也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一般大胸肺炎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那种 铁锈色痰 黄色痰 或者是绿色的痰 这种痰的话 往往都是从 比较深部起来痰 并且痰量很多 所以从这三点的话 我们可以鉴别 感冒还是肺炎 家里边有小娃娃的 宝妈们最怕孩子感冒 于是很多的宝妈 都愿意给孩子 多穿点五点 肯定瞅瞅 有的娃呀 那就是五重毛病来了 湖南长沙 一名四十九天大的男婴 因为父母担心孩子冷 过度保暖 导致孩子大汗淋漓 口吐白沫 被送进ICU 住院五天 仍没脱离危险 最后被医生诊断为 患上了五热综合症 孩子可能就不由自主地 就是强行挤压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导致了一个眼眶感染之后的话 导致了一个血流感染 就是我们说的败血症 当时是胸痛 另外的话就咳嗽发热 三天三夜 就是没有平落 都是做 一辈传一辈 妈妈们的常规操作 这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咋就捂着捂着 有些孩子就被捂出了 叫五热综合症呢 五热综合症啊 一般来说 建于这个一周最以下的孩子 尤其是月科以内的这种孩子 这个孩子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第一个神经系统发育的不完全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他肢体活动能力 也都比较差 那么这样的孩子的话 一旦他被捂住了之后的话 他体温就很不容易受到调控 是吧 并且他自己不像成人 我热了我就妥了 我等了 把背等掉 他不会 他只能哭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很可能 表现成为什么呢 体温不停不停地往上上 然后呢 他这不停不停地往上发汗 之后脱水 虚妥 修客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过程其实特别像我以前 说的一个什么病 夏天的时候 肺子 中暑 中暑 夏天的时候中暑 中暑的时候不就是高体温 是吧 大量的脱水 修客 然后器官衰竭 是吧 所以特别像 你可以认为无热综合症 就是一个人工造成的中暑 后遗症严重吗 严重啊 因为他往往发生在一周最以内的孩子 这时候孩子是处于一个极快速的生长发育期 一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多器官功能衰竭修客 特别容易老后遗症 那在急诊科的您的临床过程当中这样的多吗 还是在这个隔代人带孩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冬天给孩子多穿点在所难免 孩子出汗也在所难免 那比如孩子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 咱们得多加注意了呢 一般来说的话 孩子脑门上有点汗 这是正常的 但如果他下波梗这块 你磨着也有汗了 这个时候的话表明他身体已经处于很热的状态了 也就是说以前有个老话 你就要想小时候按三分鸡和寒 对 这是有道理 有道理 平常就是这个温度是怎么掌握呢 会更好一点 以前有个说法 说是爸爸的体温的冷热度穿衣服的冷 就正好是孩子的这个准确 对 这是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式 因为孩子在生长发育期他代谢很快 就是代谢越快 他体温其实越高 相对来说一个家庭里面的话 父亲的代谢率跟孩子代谢率 一般来说能在一个水片上 所以的话爸爸穿多少 你就让孩子穿多少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老人 哎呀我觉得太冷了 我身上里三层外三层 相信大家有这种体会 就是老年人的话 屋里面明显不是很冷 但他们也特别容易穿的特别厚 因为他们代谢率很低 代谢越低产热越少 他们就特别容易觉得冷 那有些爸爸也怕冷 有些爸爸比有些妈妈穿的还多呢 一般来说的话 孩子会在这个一家三口里面 或者现在是一家四口了 挑一个不打冷的 居于比较高的位置 所以比方说 爸爸代谢率是第一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拿妈妈做标杆 明白了明白了 这回知道没有 一岁以内的孩子 还真不能随便的舞 舞热综合症 那真不是闹转的 还有一种舞 这群众技术也更好 那就是宝宝发烧之后 赶紧给武汉退烧 这法子能行吗 广告回来 健康义身轻春日评说 咱们见分销 健康义身轻 下节更精彩 大夫说让我吃点消瘟 你就吃给我扫的 消瘟丸并不是女性的专样 消瘟丸的绝活 是专门帮助我们 对付安生闷剂吗 我这年纪轻轻 还没到三十呢 大夫居然让我吃 加味消瘟丸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义身轻 早餐喝减醇 运动喝减醇 休闲喝减醇 零蔗糖无负担 减醇零蔗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怕蔗糖喝减醇 君乐宝如也 广告之后 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义身轻 春日评说 现在开讲 上街咱们说了 尤其是一岁以内的孩子 还真不能随便 无热中和症 那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还有不少的朋友 在孩子发烧的时候 才用武汉的方法 帮孩子退烧 这种法子能行吗 其实这个发烧的过程 是因为孩子被感染了 身体里面有炎症 之后的话 技法的炎症反应 出现了一个发烧 这个发烧的话 是身体用来什么呢 清除病毒的一个过程 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通过 无热的方式 让这个体温 往上冲 有可能会冲得非常高 刚才不是说了吗 孩子本身体温调控能力 比较差 你一旦给他 进行一个捂热的话 就算没发烧 它都可以出现过热 你在发烧的情况下的话 你只可能让它 变得特别特别高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进行捂 反而有可能 更有危险 孩子发烧了不能随便捂 那大人发烧了捂 捂是不少人的 一个长期操作吧 能行吗 我觉得发烧捂汗这个事 其实是一个漏洗 为啥呢 因为我们本身发烧 在前期 体温上升期的话 这时候身体会觉得冷 冷了之后的话 我就喜欢裹点衣服 裹个被 感觉是捂一下 其实并不是说 需要必须捂 我们应该是改这个 主动的舞 为被动的船 能更好一些 什么意思 你现在觉得冷了 冷了那我就 适当天天移 舞一舞 一旦说你感觉 已经不冷了 我甚至感觉 有点热了又冒汗了 这个时候 是赶紧把衣服脱掉 就不要再继续舞了 这个时候舞的话 反而不利于散热 清零小张家 不少人呢 窝在沙发里边 看着剧的吧 是吧 您是不是看得挺淤淤作呀 可也有人 他很折磨呀 说明在那头眼睛 不来个演员啊 那么坏啊 我看这个电视机 就帮我起点哦 我起点我都吃药了 我吃了一个逍遥丸了 好老火 真的好老火 这个人 逍遥丸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这女同胞 要是脾气不太好 吃点行 但是下面这朋友 医生也给他开了 这个逍遥丸 很多人就表示 我不能理解 最近一段时间 我总感觉 自己心里乱糟糟的 心里有股火 还发不出去 看啥都不顺眼 为了避免家庭矛盾 我媳妇呢 带我去看了个老中医 结果大夫说完话 旁边的患者都听乐了 大夫说 让我吃点逍遥丸就行 这给我扫的呀 逍遥丸不都是给女同胞开的吗 我媳妇说 这药是养血调精的呀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 怎么也是这个啊 让男士吃逍遥丸 这是真的吗 在很多人眼里 逍遥丸的不就是 纯纯的妇女之友吗 逍遥丸的前身呢 是记载在太平惠民 合计局方里边的 原方叫逍遥散 我们现在呢 为了方便给它做成了药丸 太平惠民 合计局方这里边呢 记载了逍遥丸的很多的用法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听过逍遥丸都是女性的 是吧 不过呢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 当成一个女性的专用药 是男女都同用的 在古书中呢 也记载了 明朝有一个一家 叫李世财 他就在他的书里面 记载了一个男性 总是咳嗽 咳嗽好长时间不好 结果呢 李世财 李医生就给这个患者 开具了一个厨房 就是逍遥丸 结果这个患者呢 吃完之后 病完全好了 咳嗽也好了 所以说呢 我们说逍遥丸 并不是女性的专药 所以说这个逍遥丸啊 是女性专用啊 男性不能用 这是刻板印象啊 千万就别这么死吧 性别别卡那么死 咱们对证就行了 是吧 对 没事 那我这拿到的呢 就是我们对于逍遥丸 很多人的第二刻板印象 说逍遥丸只能养血调精 的确是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 如果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 就会知道 这个说法呢 是特别不靠谱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边 就和大家多次说过 如果说您平时啊 感觉这个 泪茶子疼啊 之后心里边总觉得憋着火 这个呢 就是干预的典型症状 那这个时候呢 就能吃一点这个逍遥丸了 是这样吗 张老师 对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把 刚才提到了 不是女性专药 另外 它也不是条精的专药 这个逍遥丸呢 我们在应用的范围上 我们在应用的范围上其实很广 干预 脾虚 血弱 对吧 在我们的太平慧民和积极方里面也提到了 它能够治疗心情不舒畅 胸闷气短的表现 而且还能治疗食少 那呆 玩腐胀嘛 因为有脾虚就可以出现这个表现呢 大便唐薄 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血虚的表现就是头晕目眩啊 容易心慌啊 这些都可以应用小药丸治疗 并不是说它是专科专药 它适用范围非常的广泛 刚才那个夏学姐说了 说两个特点嘛 爱生闷气 累傻子疼 咱们那位求助的男性观众 也是感觉心里边憋着火呢 干瘀啊 什么情况 张老师您看看 还有补充没有 干瘀的表现呢 其实临床 真是错动复发 非常的多 可以爱生闷气 可以觉得凶闷 也可以气短 也可以心慌 也可以失眠 也可以多梦 对吧 有很多人就是睡着睡着觉醒了 然后再睡就费劲了 有的人还有什么表现呢 睡一宿觉觉得白睡了 因为睡一宿觉感觉 不解乏不如不睡了 有人形容扛了一宿麻袋似的 所以他是多梦 有的人甚至做热梦 所以情质因素影响很多 还有人表现出耳鸣 还有人表现出鼻炎 爱生闷气 这些都是干瘀一致的表现 它的波及范围 非常的广泛 所以呢 这些如果符合干瘀一节的 我们是可以选用逍遥丸的 看来这逍遥丸还真不是女性的专利 只要对正啊 不挑性别 疏肝 健脾 养血 挑精 它都是一把好手 当然了 这个后一个作用 那是针对女性啊 可是为什么刚才这个张老师讲的故事里边 这萧瑶丸还能对付咳嗽啊 我们看说明书 萧瑶丸不可能知这个对吧 我们中医讲的是辩证论治 这个辩证论治的精髓 就是看体内的病机所在 这个男性 李世财治疗的这个男性 为什么咳嗽呢 是因为脾胃虚弱 脾虚生的痰 那么脾胃为什么弱生的痰呢 是因为他心情长期郁闷不舒服 干预克伐体土 生的痰湿 那么体内有痰湿 才出现了咳嗽 所以呢 用了逍遥丸 切合他的病机 能够疏肝 能够健脾 能够去痰 所以咳嗽就止住了 后来呢 我在学习的时候呢 我也亲自碰到这样一个类似的病例 我的老师也跟我讲过 我们北京有一个老师 是我在跟他学习的一个心得老师 他就治疗一个 顽固性咳嗽的病例 这个患者呢 也是医生 是我们某个医院的复科主任 他就是咳嗽好几个月了 吃了各式各样的药 润肺呀 止咳呀 化痰的药 都没有效果 最后呢 老师判断他 通过各种病情的症状分析 发现这个人心情不舒畅 肝气欲结 就告诉他 你只吃消耗烟 那个人也是医生 对吧 他也懂 说消耗烟不是这个病啊 你怎么给我吃消耗烟 吃咳嗽呢 老师就告诉他 你吃吧 放心吃 结果这个人吃了一周之后 咳嗽确实 明显减轻 从此 我们说的这个医生 也成了我的老师的贴杆粉丝了 不少人对消耗烟 还有另外一个刻板的印象 那就是人到中年才吃消耗烟 那赶紧瞅瞅下面这朋友的亲身经历吧 平时吧 我就总感觉心里有团虎 然后情绪也不咋好 吃饭也不爱消耗 这不前阵子就去中医院看看 结果大夫竟然让我吃加胃消耗烟 我啊 29 我这年纪轻轻还没到30呢 没结婚也没生子的 大夫是暗示我提前步入更年期了吗 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生经 早餐喝减醇 运动喝减醇 休闲喝减醇 零这糖无负担 减醇零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怕这糖喝减醇 君乐宝如也 做人讲良心 诚信走天下 正在播出的是健康益生经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生经 春日评说 咱们继续开讲 平时吧 我就总感觉心里有团虎 然后情绪也不咋好 吃饭也不爱消耗 这不前阵子就去中医院看看 结果大夫竟然让我吃加胃消耗烟 我啊 29 我这年纪轻轻还没到30呢 没结婚也没生子的 大夫是暗示我提前不入更年期了吗 年纪轻轻就得吃加胃消耗丸了 不是 说这里面的信息量有点大呀 咱除客掰着掰着啊 先问问 这位吃加胃消耗丸到底加的啥味啊 是因为古人发现消耗丸 它的覆盖面 又发现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没有覆盖 就是体内有瘀火 所以呢 因为它轻火的力度不够 就加了两个轻火的药 一个是牡丹皮 牡丹皮能够清热凉血 还有一个是枝子 枝子能够清热解毒 两个放在一起 就能去除我们体内产生的瘀火 所以把它叫加胃消耗丸 加了两个药 我们还有一个名称叫三支消耗丸 说的是一个方子 体内有热还有啥表现 如果这个人干于日久 他会脾气暴躁 他会想吃粮的 自动找粮的吃 找什么粮的吃啊 冰箱里的 所有粮的都得吃 大冬天也得吃雪糕 对吧 看见冰激凌 必须得吃 因为他心里热 有火 这是我们自救的方法 当然他不认识药 不会吃药 他只能通过食物 来去除自己的热 而且体内有热 表现什么呢 他会觉得心里边 烦不想人多的地方去 在密闭的空间 觉得上不来气 坐地铁更上不来气 公交车一人多上不来气 这都是烦的表现 这明显是有热 而消耗丸不能清热 所以家外消耗丸 加上单批之子 它清火清热的力度增强了 更适用于干于化火的这种情况 那么就剩这终极的问题了 这位朋友觉得自个儿年纪轻轻 还没到30 咱们就到了吃加倍消耗丸的程度了 莫非真的是更年期的提早来敲门了 我们刚才提到了刻板印象是吧 吃中年人才能吃消耗丸 其实真是刻板印象 我们现在人压力过大的情况下 其实并不是说更年期提前了 而是这种压力给我们现代人 有时年轻的人太多的压力了 很多人20岁扛着30岁的压力 30岁的人扛着40 50岁的压力 正常疏解压力的方法 是多运动 多与自然社会相接触 但是这些人选择了宅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缓解压力 这一类的人就有一个最明显的爱好 就得吃刺激的食品 因为吃刺激的食品 才能让自己的压力使得到舒缓 所以爱吃辣的 爱吃麻的 干锅鸭头 看到川菜 萝卜中布 你看看点外卖点的都是什么 全是给我辣 最辣 特辣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他想通过这种方法 缓解自己我的压力 这全是错误的 他还想吃凉的 这都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 在飞速发展情况下 人们面临的痛病 但是往往这样的东西吃了过多 就相当于饮阵止咳一样 就会加重病情 因为他不会寻找药物 这时候真是中医 能在这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 所以不是中年人 很多二三十岁的人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以前也和患者朋友交流过这个问题 我说你肯定是想吃麻辣的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心理呢 因为这都是用中医理论来解释得通的 我会跟他说 我说吃完我的药 心情舒畅了之后 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 它什么变化 你就不爱吃麻辣的 他说能吗 我的爱好难道能够改变吗 其实我们身体的爱好 就是我们身体自救的一种方法 如果体内的肝火清除了 他确实不想吃麻辣 也不想吃辣的 以前可能看到麻辣的 觉得挪不动步 现在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待会可以登陆 健康一身经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在